嗨,大家平安吉祥,今天我来协助大家成为一个安装无线投影达人 在还没开始学习之前,您需要一个器材 就是这个,来自Microsoft的无线Adapter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器材,那就是您的手机 接下来的你需要懂两个接头 USB是大家熟悉的,它的功能就是连接电源 这个就是HDMI接头,它的功能就是把你手机或电脑的萤幕搬到Projector上 现在我们以Epson EBS3E成为我们的教学器材 这个是HDMI,这个是USB 所以我们会用这两个接头成为我们的焦点 准备好了吗?注意看咯 这个就是HDMI 这个就是USB 就是这么简单 安装总算完成 开机咯 这是你会得到的画面 接下来我们会以Samsung手机来成为我们的教学器材 我们再注意看一看 我们再注意看一看 这个就是Screen Mirroring 我们是需要压着它 它就会显示这一个东西 按着它 已经成功连接了 看到这一个吗? Screen Mirroring Enable 这个是手机的画面 这个是展示在Projector上的手机画面 我们接下来看看它的效果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手机的画面 那一个就是我们Projector上的画面 这一个是无线的哦 接下来我会教你如何 怎样用Vivo手机做无线分享 首先我们到它的设定 接下来我们把它 scroll到最尾端这里 你应该有看得到Wi-Fi Display 按进去 按按它的Device list Connected就代表说连接成功 接下来我们看看 华为手机的操作 接下来我们看看 我们到这个地方 叫做Mirror Share 按下去 按一按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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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制 接下来我们看看 看YES手机的操作 我们从上到下 如果有注意到的话,就是这个Cast 按进去 按一下能不能够 不能的话,你去摸Setting 再看看一下 它能不能够好好操作 有了,按一按 Connected就代表说它是成功了 当你成功连接无线分享时 请你到YouTube看一看 你就知道它的操作是如何了 有时你会遇到不同样的Projector 那些Projector的USB头并不是很理想 我的唯一解决方法就是手机的Charger 手机的Charger也可以是成为Microsoft Adapter的电源 学会了吗?我的教学就到此为止 That's one lesson, see you next time!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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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期再见 大家 możli看 好 同众